年过初五 马上接下来要迎接的就是元宵灯会了 全台湾抢先亮相的高雄灯会烟火水舞秀 25号夜晚在光荣码头释放 宣传6分钟精彩的水舞烟火秀 真的是让人目不暇忌 带你们到现场去看看 上万颗绚丽烟火直冲云宵 爆亮出五彩缤纷焰火照亮大高雄夜空 高雄灯会主题以飞龙在天与龙年呼应 台面上助力五座巨龙 在七彩水舞的振脱下形态活灵活现 今年高雄的灯会就刚刚有觉得很漂亮超漂亮 就是很有艺术品的感觉 是那种中国风的 跟以往都完全不一样 有空一定要来超漂亮很推荐 我刚才看到烟火很特别 就跟程度有到达去年那种 渡港国庆烟火的程度 算是很漂亮很璀璨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来高雄观光 来一起游玩 今年高雄灯会的创举 邀请两位国宝级艺术大师 张炳黄 王秀起 联手打造五座不同造型巨龙 八彩龙 二零一二龙 鱼耀龙门 如意龙以及青龙 透过了我们的书法 把龙这个字表现出来的时候 它能够完全去展现出龙的意涵 高雄灯会释放烟火 从1月29号到元宵节2月6号 喜欢热闹的朋友们 可得把握机会 新唐人亚特电视 林语源 林宏观 台湾高雄采访报道